为了感谢清洁队员平日的辛劳 花莲市公所从今年端午节开始 首度在三大节庆 编列慰绕金的预算 端午节的前夕 花莲市公所主秘欧美华 也特别前往了清洁队 代表市长魏嘉贤 发给清洁队员端节慰问金 向队员们表达对环境整顿的感谢 在端午节前夕 花莲市公所主任秘书欧美华 来到花莲市清洁队环保园区 一一致证红包给每一位清洁队员 主任秘书欧美华表示 最近都是炎炎夏日 队员们要扫街 割草 勤勾消毒 金运垃圾等等 工作是相当辛劳 我们魏市长为了体恤 清洁队员的辛劳 所以从今年开始 也就是从端午节开始 我们会每年三节会发慰绕金 那今年端午节先开始发 再接下来就是中秋节以及春节 那我们虽然金额不多 就每位清洁队员会有600元 那也是就是我们慰绕一下 我们队员们的辛苦 那最近也是有蛮多团体的 来慰绕我们队员的辛劳 也大家都有看到我们队员 在我们花莲市的清洁工作方面的 尽力 尽心尽力 也代表说我们市民 对队员们的辛劳的肯定 花莲市清洁队总计有155人 除了行政工作之外 多数队员的工作内容是维护市容环境 在队长吴庆展的带领下 评鉴成绩更是获奖连连 队部表现相当优异 市长为家先首都在三大节庆 编列慰绕金的预算 就是要向队员们表达对环境整顿的感谢 花莲市公所在不在 在 记者徐黎晴 花莲市报导